踏著信心攻克最後一禮路 7月4號這一天是徒步第三周 來到最後一天 當遠遠就能看見 拔尖巴洛克式建築 聖地牙哥大教堂的一瞬間 我們到了嗎 我們到了嗎 就這裡了嗎 到了 不敢相信自己真的走到了 曾經以為不可能的終點 到了啦 我走得到了 懂意思嗎 抱怨歸抱怨啦 還是走到了啦 從6月14到7月4號 三位藝人 十多位工作人員 走了三周 重新回看自己人生 曾經發脾氣的美麗本人 總是半醜搞笑 其實內心情感豐富 跟藝鳴一樣美麗 有趣的人其實 他們都有一定的感性在 然後我覺得我的感性 有時候會用在 如果你到時候 大家到時候看節目就會知道就是 我剛剛不是說 我印象很深刻的大哥 就是在我們的西班牙老先生 就是他在我們在車上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超感動 然後邊開車的時候 然後我就是邊哭 而自嘲有優雅病的李玉璽 一路都在克服環境的不優雅 剛邁入三字頭人生 曾因為情傷 諮商的傷 在這一段路上學著 跟高敏感的自己重新對話 其實是整體來說是 這個過程都是非常開心的 跟大家相處 團體生活都很開心 可是他對我來說是消耗能量 今天很多時候大家走朝聖之路 如果到了一個地步 你什麼資源都沒有了 你依靠的是什麼 耶穌講了一句很重要的話 他說你因為看見才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得有福了 所以其實人生的路上 其實常常是信心之旅 明年走完朝聖之路 大約45萬人 有5萬人是超過65歲 人生古希之年都有人踏上征途 正如聖經中那條上行之路 千里之行 隨時都能始於足下